我们现在要画的就是这一张透明的纸 要画这一张透明的纸 那我们要在这一张透明的纸呢 画我们的海底世界 好不好 所以我就大概先 快速的示范给大家 看我们要画的海底世界 我刚刚有画 我先大概画一下 我要画一个海底世界 我可以先画一些背景 然后我们海底除了 刚刚我们讲的鱼之外 我们可能画一些石头 我们刚才讲的 除了鱼 还有海底生物之外 其实我们海底还有什么 还有海草 海草 所以我们也可以画一些海草 珊瑚 珊瑚 我们可以画一些珊瑚 这些都可以画的 然后呢 我们来画一只 画一只胖胖的鱼 我最喜欢画胖胖的鱼 是什么 然后可以给它画泡泡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画 把整个这张透明的纸全部画起来 画完之后我们就开始上颜色好不好 但因为我不晓得你的水彩笔会不会容易沾色 如果会容易沾色的话 我们就是慢慢画 然后画完的时候呢 就是从左边最好慢慢开始画到右边 这样子就不会沾到颜色了 它会沾到你的手 海底世界 所以画里面有什么东西 知道吗 好吧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要画的 我们先把海底世界画出来 然后我们有准备白色的纸吗 有 所以我们拿我们的白色的纸 要画一个手电筒 直接拿我们的黑色的饼 画就好了 我刚才说的画一下 所以我们就先画一个手电筒的样子 你看我手电筒 没有剪 你看到什么 没有剪 小朋友没有剪 阿姨哪里有剪 阿姨剪什么 没有剪呢 先把手电筒的样子画起来 然后我的手电筒有一个开关 所以我要把手电筒的开关也画起来 好不好 然后画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涂颜色 但是在涂颜色之前呢 我们要先讲我们 我们拿手电筒的时候 会发生我们那个光线啊 是长什么样子 谁知道 大家都还在画 小到大 对我们的光线是不是直的 而且是小到大 所以呢 如果你们有尺的话 拿一个尺 把光线画出来 所以我的光线会是打开来的嘛 不要涂颜色的 不要涂颜色 我们用这个剪刀呢 就把这个手电筒 剪下来 我的直接是黑色的资料夹 所以我不用黑色的卡 然后你就可以看 你看 我这是手电筒 然后我就可以 鱼还有海星 你看你就可以用手电筒罩 诶 哦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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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